我们下面继续接电话,桃园,徐健,久等了,徐健 你好,大家好 台湾喜欢讲一句话,照着契约走 MOU,我们就照着去大陆,台湾 正好实现这句话,照着契约走,照着条文走 谁走偏了,就要制裁他 第二点,说人权 我觉得不能去靠中国大陆人权 或者台湾人或美国人权 都不能去靠某某人,什么欧巴马,胡锦涛 那是没有用的,美国要靠美国人 台湾要靠台湾人,中国大人靠中国大陆人 现在我就讲,常常在想说 美国人说希望维持现状 什么叫做现状 这个我希望美国,台湾跟中共 都需要做出一个比较明确的定义 谁破坏现状 如果说,刚刚照蔡伟教授所说的话 那可是中共跟美国联手起来要破坏现状 破坏台湾目前的现状 那很简单 谁破坏现状,他就要惩罚谁 那台湾要惩罚美国跟中共 必须要这么说 否则,那维持现状 不就是一假话了吗 谢谢 好,谢谢 福建庄先生 喂,你好 请讲 前面那位听众说得很好 我认为现在两岸关系说得好 这样好,那样好 越好的时候就是越坏的时候 越安全的时候就最危险的时候 中国人,我认为现在台独没有了 说台独是会话 中国人民有智慧解决两岸的关系 不过像美国这样有地位的国家 他表过态说台湾是个民主自治的省 如果是一省对一省 美国不会干涉 如果是一国恐吓一省 国际社会是不可以容忍的 我认为美国要关心的是 就是要对中共说 中共在大陆的劳动机不要形同稀色 如果劳动者得不到劳动的果实 那他们生产出来产品 不管是吃的用的 那都是会有问题的 好,谢谢庄先生 台北,谢谢先生 喂 谢谢 喂,你好 你好 北韩是不是可以要求美国 尊重韩国领土的主权的完整性 那西德是不是也要求苏联 尊重德国领土的完整性 领土的完整性的条件下 台湾可以要求在什么条件下完成 那我是认为司法独立应该是牛肉 如果没有司法独立的民主 可能就是挂羊头卖狗肉 台湾跟大陆在司法独立上 有哪些可以改进的 因为两岸如果说有经济贸易 或者其他的纠纷的话 他仲裁机构应该是怎样 好,谢谢 好,下面是广东谢先生的电话 谢先生 你好,是我吗 是 你好,我想请问一下几位 我想美国的台湾关系法 在国际上 它是否合法 它是不是美国的自说自话的一个法 好,谢谢 高雄佟先生 大家好 请讲佟先生 现在局势好像有点变了 变得很快 因为是中国大陆的拘据 你认为 我认为 欧巴马为什么向日本的皇帝 据90度的攻 是有道理的 为什么 因为日本在玩中国牌 向中国倾斜 欧巴马想把他拉回来 举了90度的攻 当然美国的保守派 群体攻击欧巴马 不应该这样做 是美国的面子 那是另外一回事 现在是这样 日本也加进来了 美国跟中国大陆谈判 当然什么东西都要实力 中国的实力越来越大 所以要用大智慧 去解决很多的问题 谢谢 好 谢谢 恐怕只能接最后一个电话 四川穆先生 我想 民主党比较重视 以反法性盟规的关系 只要台湾坚持主权 是独立的 美国还是不会放进台湾 美国 他不想再提到 三个公报的时候 还是提到 要通过对话解决问题 好 谢谢 谢谢 吴先生 今天因为等会儿 我们还有一个简短的 一个报道 关于美中关系的 所以可能提前一两分钟进入 现在我们只有不到两分钟时间了 请吴先生先做个回应 好的 我首先讲两点 第一个 九二共识 一中各表 所以美国从来没承认 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 我们自己也是一中各表 我们中国是中华民国代表 各有讲法 所以第二点 我认为 在中国大陆当局 特别要在这样一大事小 他对台湾 对中华民国 应该以礼带之 礼貌的礼 礼的意思就是一个尊重 一个宽容 一个容忍 可以了解中华民国 台湾目前的处境的立场 大陆以这样的态度来呢 将来两岸 是会比它走上稳健 也比它走上和平 而走向互相互助 而大家都能够得到一个好的一个结果 这是我的一个简单的看法 好 请蔡伟教授用不到一分钟的时间 做一个回应 我想 这次联合声明 有值得我们警惕的地方 但是 好消息是 我想美国应该是不至于出卖台湾 因为出卖台湾并不利于它自己的国家利益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 但是可能军售问题 会受到某种程度的影响 当然这个还有待进一步的观察 因为八一七公报 其实在一九九二年 不需对台军售以后 基本上是民主死亡 但是这一次既然强调 尊重中国领土主权安整 尊重中国的核心国家利益 那八一七公报 这个质量递减这件事情 会不会再次复活 这个值得我们大家进一步去观察 理解 那博乐光来的时候 我想相关的抉择 也会跟大家好好切磋切磋 谢谢 好 谢谢 谈到这里 我们今天讨论的时间差不多到了 但是我们下面有一个短片 美国国会咨询机构 美中经济安全审议委员会 最近公布了2009年的一个报告 报告建议美国通过世界贸易组织 和贸易的法令 对抗中国的产业和货币政策 还说中国正在很积极的入侵 美国的电脑网络 要加强对美国的间谍活动 下面请收听说明 美国之音主国会记者张翁香的报道 美中经济与安全审议委员会的年度报告 向国会提出42项建议 包括建议美国通过贸易 法令与世界贸易组织 对抗中国为了出口而采取的扭曲产业与货币政策 委员会主席白嘉玲说 委员会敦促美国对中国施压 让中国施行能够灵活反映市场的人民币政策 从而修正全球的经济失衡 委员会也建议国会通过立法 减轻中国操控货币对美国经济的冲击 此外 委员会在今年的年度报告中说 中国致力于网络战 有可能在美中发生冲突的时候处于优势 委员会的副主席沃泽说 中国加强在美国的间谍活动 中国的间谍活动不但伤害美国的利益 也让中国得以在经济科技与军事发展上 取得了大幅进展 另一方面 美国总统奥巴马在访问中国期间 美中同意在航太与淮宝固院上进行合作 而这些科技可以作为军事使用 因此有媒体报道分析说 美国正准备解除1989年来对中国的武器禁运 对此 委员成员补大年告诉美国之音 目前由商务部管理部分对中国出口执照的事宜 显示美国对中国的敏感科技禁令有放松的趋势 沃泽说 如果美国政府想要解除对中国的武器出口管制 将引起国会的强烈反应 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郁阳 张荣香的采访报道 好 由于事件的关系 今年的海峡论坛就为您进行到这里 1 2 3 2 6